我知道她很後悔 因為我說過沒有人會想要 擦死自己的媽媽 不敢相信 姐姐會犯下釋母案 妹妹邊哭邊戰鬥 她說是因為媽媽 長期的言語傷害 才讓姐姐失控了 我語言汙辱說我們是 然後是 出去被車撞死 是不是常常就是 從小常常踹門 或是什麼讓你們害怕 你會不會後悔殺了媽媽 終於點頭說後悔 但此時已經太遲 休閒殺害母親後 態度始終平靜 更害人的是 她先前還曾經持刀 砍斷母親的手巾 她砍過她媽 她把她媽的手巾砍斷了 她後悔這個 我還沒想到 她居然會把她媽給殺了 教會的輔導人員 還記得的那句後悔 全員休閒染上毒癮變了調 根據了解休閒31歲無業 平時跟妹妹住在一起 只要沒錢就會回家伸手拿 母親曾將她趕出家門 又因為心軟將她借回家 父親每個月的軍人退休奉 才領不到幾天 舊權花光根本是啃老族 上個月8號 兇嫌還曾經闖進超商 大喊我要搶劫把錢給我 快叫警察抓我 最後被恐嚇取財罪 依送法辦 你媽媽叫我不要錢給你 你也不可以一直 我也不是很好的 我也沒辦法錢給你 台幾次 有一次台跟媽媽 手都整個都 鄰居說她時常向家裡要錢 一開口就是一兩千 三不五時就因為錢的問題 大鬧社區 母女倆爭執揮刀 早就不是第一次 先前砍斷手機的教訓 最終還是無法挽回 世母的人倫悲劇 解采榮警方配入高尋報道